1937年7月 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随后华北沦陷 松户战场昼夜厮杀 日军企图两面夹击 三个月灭亡中国 中共中央国断决策 命令八路军第115师部分人马 开辟禁察纪边区抗日根据令 国难当头 八路军将如何在穷乡僻壤 点燃抗日烽火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37年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 全面侵华战争 在北平卢沟桥打响 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 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国共两党迅速走向正式合作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 民族革命战争 日军战争北平以后 又集结三十万重兵 分别向山西 河北 山东方向 发起进攻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 血雨腥风 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 华北大步落入敌寇之首 1937年8月13日 日军又在上海 向中国军队发动了全线进攻 松户会战就此拉开战目 日军调动海陆空优势兵力 对上海守军发起猛烈的攻击 企图迅速占领上海 实行南北夹击 三个月灭亡中国 中国军队面对强敌毫无惧色 将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 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拨杀 1937年11月12日 经过三个月的奋勇拼杀 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繁华的东方大都会 上海沦陷了 1937年10月 日军又开始大举进攻山西太原 10月26日 郑太路要爱杨子关被日军攻陷 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 11月2日心口失守 仅仅六天之后太原也沦陷了 在这种形势下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决策 命令八路军第120师 创建以广层山脉为依托的 近西北抗日根据地 第129师及第115师第三次四旅 依托太行太越山脉 创建近济域抗日根据地 第115师灰师旅梁山脉 开辟近西南抗日根据地 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 以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等 依托恒山 五台山和燕山山脉 创建近察济抗日根据地 近察济边区 即山西省 查哈尔省 与河北省的交界地区 近察济是这三个省的简称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遏制着平汉 平隋 政泰 同浦 金浦等交通大动脉 和北平 天津等大城市 1937年11月7日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 近察济军区在山西省 五台山普济寺宣告成立 聂荣贞为近察济军区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唐延杰任参谋长 舒同任政治部主任 近察济军区成立以后 摆在聂荣贞面前的是千头万须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分家以后主力部队都走了 我和刘下的同志被隔绝在敌后 创建禁察济抗日根据地 当时感到压力很大 最困难的就是缺干部 司令部 政治部 后勤部 加起来就十几个人 同志们开玩笑说 要问司令部有几人 一盆菜就够吃了 一条炕就够睡了 而部队只留下了独立团 骑兵营 教导队 还有八路军总部的两个连 加在一起总共约三千人 当时已是深秋初冬季节 山西五台山区已开始下雪 而八路军直战员还没有绵衣绵鞋 有的战士脚上穿的还是草鞋 部队挤养 弹药攻击 伤病源治疗等等 这些问题急需解决 不然部队如何才能行军打仗呢 1937年10月赏讯 台湾实现以后 山西 尤其是近东北地区 国民党地方政权大部分瓦解 这时候三民右勇乘机作额 罕见到处欺骗早药 人民惶恐不安 聂荣真回忆 我们经过的村镇 村镇是萧条的 我们走进县城 县城里空空荡荡 呈现出冰灾之后的荒凉景象 如何才能扭转这种恶化的局面呢 叶荣真冷静地分析以后 在五台山普济寺 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 他对干部们讲 目前八路军孤悬敌后 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对于开辟抗日根据地 发动游击战争 却是十分有力的 因为日军正集结兵力 长驱直进 后方相当空虚 除了华北几个主要城市 和交通干线被敌人控制 广大农村仍然属于人民 进茶几边区就是我们的游击战场 于是 尼荣真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 分成若干工作小分队 深入到进茶几边区的广大农村 开展物资筹集 武装扩充和战争动员 他勉励大家 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 是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1937年9月 毛泽东就指示八路军 五台山脉应始织成为 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 现在就已加紧准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第115师政训处主任罗龙环 率部翻过山西与河北交界的长城岭 进入河北复平一带发动群众 开辟抗日根据地 复平县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 与山西省五台县接壤 境内山岭连绵 沟壳纵横 道路崎岖 这里虽然地处太行山深处 但距平汉铁路不足75公里 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为了尽快打开局面 中国中央北方局组成了 为尽查记临时省委 任命李宝华为尽查记临时省委书记 任命刘秀峰为尽查记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 任命王平为尽查记临时省委军事部部长 三位同志接受组组织任命以后 迅速到复平县协助罗隆环开辟抗日根据地 随后罗隆环指示王平要尽快成立 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 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成立的群众组织 简称动委会 共产党利用这个组织 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 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中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37年10月下旬 罗隆环利用日军大举进攻娘子官 围困太原的有力时机 率领第115师骑兵营袭击了屈阳县城 打垮了占据屈阳的一个日军中队 捣毁了日军在屈阳县苦心经营的兵战 缴获了大量物司 解决了八路军第115师出兵太行以来 物资短缺的燃眉之急 随后 罗隆环率领八路军第115师骑兵营 收复了屈阳 丸县 唐县 满城等县城 与此同时 他们还组建了4000余人的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 打开了以复平为中心的抗日局面 1938年初 中央决定 罗隆环率部分兵力南下 到达山西靖南造成一带 这样就与115师的司令部会合 而留在禁察纪军区的 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 在团长杨成武 政治委员邓华的率领下 向禁察边界发展 先后占领了莱园 广陵 灵秋 玉县 魂园 阳园 易县等七座县城 及广大农村 在禁察纪边区的北部 也打开了局面 1937年10月初 第115师独立团到达玉县 受到玉县人民热烈欢迎 玉县当时隶属于查哈尔省 自古就是中原通往北方草原的锁月 抗日战争时期 这里是日军驻猛军 从张家口大同南下保定 石家庄的战略要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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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由两千余名请愿 参加了子弟名 建立了有名的聘产团 随后工作组吩咐渝县 阳区 寿阳 平定 正定 灵寿 警刑 货路等线全面开展工作 一时间带有地方色彩的抗日武装 在禁察纪根据地不断涌现 如复平营 曲阳营 回民之队等 聂药正高兴地为这些新入伍的战士 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子弟兵 由赵尔璐等人的率领的工作团和少数部队 就活跃在五台山的以西地区 排除溃散的国民党散兵游有的烧倒 那么在禁察纪边区的西部 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这样就是以抚平为中心的 警察纪边区的府地 逐步趋于稳定 1937年11月13日 禁察纪军区根据形势的发展 决定立即建立四个军分区 第一军分区 由杨成武任司令员 邓华任政治委员 所辖区域为雁北 茶南 平西 以及平汉路保定至北平以西的济西地区 第二军分区 由赵尔璐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所辖区域为近东北和太原以北地区 第三军分区 由陈曼远任司令员 王平任政治委员 所辖区域为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 及陆东部分区域 第四军分区由周建平任司令员 刘道生任政治委员 所辖区域为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 以及郑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 为了便于对各军分区实行指挥 1937年11月18日下午 聂荣臻司令员率领禁察记军区领导机关 告别了山西省五台县普济寺 翻过了太行山 前往河北省复平县城 从此复平县成了禁察记边区 党政军活动的核心区 据聂荣臻回忆 当地老乡对八路军大队人马的到来兴奋不已 不管是城镇还是乡村 到处都传唱着抗战救亡的歌曲 沙河两岸部队操任的喊沙声不绝于耳 洋溢着抗日图存保家救国的壮志豪情 禁察记军区及四个军分区成立后不久 中共禁察记省委也在复平县正式成立 由黄敬任禁察记省委书记 同时在各地成立了与军分区相适应的特委 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了起来 他们领导广大青年走上街头 用文艺表演和宣讲的形式呼吁全民抗战 极大的鼓舞了当地百姓 振奋了边区军民的抗战精神 使广大民众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 正当八路军在五台地区和济西山区 广泛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时候 冀中平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组建民众抗日武装 河北游击军已经发展到一万多人 孟庆山任司令员 当孟庆山听说吕正操在小桥镇起义 并率领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的消息 马上做出部署 组织各县群众团体 沿途欢迎人民自卫军归来 1937年10月中旬 孟庆山和吕正操在河北里县会师 随后两军司令部进驻高阳县城 1938年4月 根据进察纪军区和中国中央北方局的指示 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 统一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 同时成立纪中军区 任命吕正操为第三纵队 兼纪中军区司令员 孟庆山为副司令员 孙志远为政治部主任 进察纪军区司令员叶龙珍 电请中共中央批准 指示纪中人民自卫军八路军第三纵队 以北宁路平金段 平汉路 金浦路之间 南以釜阳河为界 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这是八路军着手开辟的 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正当八路军在纪西和纪中 全力扩充军队恢复生产的时候 纪东也传来了好消息 由中共纪热边特委领导的 纪东大暴动 整个代代 蓄势待发 纪东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 北距长城 南临渤海 西控京津 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道 由于纪中相衔接 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937年9月 就在八路军出兵太行以后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 根据形式的发展 派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返回纪东 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短短几个月时间 纪东抗日武装发展到一万五千人 为推动纪东抗日形势的发展 八路军总部和禁察纪军区 遵照中国中央的指示 从禁察纪军区第一军分区 抽掉了一部分兵力 与八路军燕北支队合并 组建了八路军第四宋队 由宋时轮任司令员 邓华任政治委员 率部禁军纪东 以侧应李运昌领导的 纪东抗日暴动 1938年7月6日晚 纪东抗日武装大暴动的枪声 首先从鑾线的港北村打响 随后 整个季东北起兴隆 青龙的长城沿线 南到渤海之滨 西到朝白河 东到山海关 共有21个线发起了武装暴动 其声势浩大 如暴风骤雨 其队伍配合八路军第四宋队 连续攻克了平谷 千安 济县 玉田 兴隆 昌平 卢龙 烙亭 宝迪等九座县城 和几乎所有的重要急阵 使得日军苦心经营了五年之久的 维组织和地方武装 土崩瓦解 至此 晋查济边区 在创建了济西 济中 济东 三个抗日根据地的同时 开始逐步开辟 平西和平北 两个抗日根据地 平西和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 给侵占北平的日军 造成了直接威胁 敌人虽多次出动重兵扫荡 企图拔掉这两个钉子 但始终未能得逞 这样 济西 济中 济东 和平西 平北 抗日根据地 就连成了一片 使日军占领下的北平 天津 宝定 石家庄 唐山 承德 和张扎口等大城市 成为一个个孤岛 英勇的共产党大陆军 在这片土地上 与日寇斗智斗勇 殊死拼杀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 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平均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